我們來看到日本有一名YouTuber 最近外出旅行 他就從機場拖著他的行李箱走到飯店 但是沒想到到飯店的時候 卻發現 怎麼只剩下這個把手 他的行李箱竟然整個不見了 所以他就沿著沿路回去找 找一找他也找到了兇手 疑似就是他的行李箱 碰到了轉角的雕像之後 才開始整個解體 所以他到飯店的時候才會發現 他只剩下把手而已 另外我們來看到 大家知道這百貨公司的電梯 前面掛著八卦鐘 到底有什麼含義呢 有網友他到高雄一間百貨公司 發現了這電梯牆上 掛著這個八卦鐘 而且他仔細看了一下 才發現說 這個八卦鐘不只有一個 讓他覺得很奇怪 那後來又有知名的人士解釋 他說業者可能是因為風水的考量 才會這樣子做 那其實很多業者也都這樣做 但大多都會把八卦鐘 放在比較隱密的角落 另外我們來看看日本的自動販賣機 現在不只有賣熱飲冷飲 還有賣新鮮蔬菜跟這個 也就是灌裝粥 而且還有分口味喔 不過現在也有人很好奇 想說如果這個米粒黏在最底下 到底該怎麼辦呢 現在廠商他們也回應 他說他們使用是一種很特別的製造方式 讓產品內的米粒不會黏在底部這邊 而且他們也有提醒消費者 你在飲用之前要先咬一下 之後再喝下去會比較好